作为有史以来,一只杀死过奥特曼的怪兽,杰盾以其出色的颜值和强大的实力深受广大奥秘的喜爱 而远古这个炒冷饭专家显然十分清楚杰盾的人气,因此整出了大量的杰盾变种和延伸版本 本期阿泽就为大家盘点一下杰盾一共有多少个形态,以及哪种形态的杰盾实力最强 第一种,经典杰盾,首次登场于初代奥特曼的第39话,是杰盾信任带来地球的怪兽兵器 也是历代杰盾最高光的一位,出场级巅峰,以碾压之势击杀的初代,成为了奥特曼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杀死奥特曼的杰盾个体 而自此之后,杰盾也开始了自己漫长的客串历史,但却是越来越拉稀 陈天打着宇宙最强怪兽名号的幌子,给初代杰盾抹黑,要占领没占领,要占领没占领 从初代到现在,经典杰盾在奥特曼系列中一共克穿过11次 这也意味着经典杰盾被各种奥特曼足足编试了11次,其韩金亮也从天好版彻底沦落为了下水道 尤其是到了近些年的奥特零和格斗中,更是变成了新年代秀操作的垫脚石 简直将祖上的容光都给丢了个干净 而在这当中值得一提的是,在杰盾奥特曼中登场的二代基典杰盾顿 虽然设定上说他是被百特星人控制并加强的阶盾,但实际的表现却十分拉垮 别以为他要玩一波屌的,结果却拉了一票大的,被龟曼按在地上各种摩擦 尤其是他头顶的那对软啪啪的耳朵,要不是字幕上说他是阶盾 我还以为他是来搞笑的呢 我再重申一遍,我没在开玩笑 第二种传奇害怕阶盾 首次登场于剧场版奥特曼传奇中,是由百特星人将曾经出场过的优秀阶盾 重新融合创造出来的究极生物兵器,是绝望和恐惧的化身 被称为羽住破坏神灭亡的邪神 害怕阶盾被分为减、幼体完全体三个形态 减形态时,身长500米体重50吨,以斯菲亚和各种怪兽为食 同时吸收人类的绝望和悲鸣 减形态复化出来的是身长300米体重30万吨的幼体害怕阶盾 长相有点像大号蟑螂,可以喷射10兆度火球 有点实力,但不算太强 被戴拿、高斯和赛罗消灭后 又提海怕阶盾和百特星人,以及百特星人的飞船柔和 戴山柱的身高70米,体重4万吨的完全体传奇海怕阶盾 虽然三种形态的体型是越变越小,但实力却是越来越强 完全禁海怕阶盾刚登场便以一击之力将赛罗带拿高斯按在地上各种摩擦 双方实力天差地别,三奥根本没有一战之力 而在最终,三奥维心力大爆发,通过帕拉基之盾进化的赛加气息变成成为神四之力的赛加奥特曼 这才扭转着局势 然而尽管面对的是赛加,传奇海怕阶盾依旧有一战之力 在长时间的缠络中始终不落下风 如果最后不是因为被人类干扰,让赛加找到破绽,并一接打掉其背后的双翅 海怕阶盾绝对有着将神四避入绝境的实力是一个真真正正的狠角色 可随着海怕阶盾在新生代中出场的次数增加 这一种类的阶盾也不可避免了走上了经典阶盾的老路 战力开始严重攻他 到了阴阁中更是直接沦为了任人宰割的量产达兵 真要说起来,海怕阶盾前后的差距如此之大 其实也不是没有原因的 看看人家初代海怕阶盾的待遇 从小便以怪兽为养料,服役人类的绝望和悲鸣增强威胁力 又融合了百特线人和悲传 这样的基础就算是未调狗眼的成长为逆天的存在 反过后面出现了海怕阶盾 随手召唤出来的也不知道用什么物质补充的 这样的战力真的能和初代比吗 第三种,机械阶盾 首次登场于帕瓦特奥特曼中 是疯狂的巴尔坦线人通过解析帕瓦特的战斗数据 调整强化出来的全新阶盾品种 身高99.9米,体重6.6万吨 是为了打败帕瓦特专门制造的终极兵器 同时也是帕瓦特所面对过的最强对手 因为机械阶段是参照经典阶段制造出来的 所以它的各项能力都像是经典阶段的加强版 但由于是机械产品 这种阶段并不会使用厌力屏障 最终被帕瓦特找到了其背后的弱点 用一只必杀将其打成了渣 而在剧场版新奥特曼中也出现过另一种机械阶段 适用于天体镇压的最终兵器 被光之国的那位大人带来地球 用来毁灭人类的 这种阶段完全展现后 可以达到超过6000米的高度 并且拥有将三次元空间中 直进200光年以内的所有物体 包括空间在内全部消除的恐怖能力 是真正意义上的一兆度火球 但在实战中 它却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玻璃大炮 除处高着一批防御机器为零 最终被出代一个人就搞废了 第四种DX阶段 这种阶段的外形与历代阶段都有所不同 以往的阶段都是外形修长 酷似动物界中的天牛 而这种阶段却是土肥人 长得像背上有刺的史克狼 EX阶段首次登场于莫比佑斯外传 复活的恶灵中 是奥特之王安排在研制部 守护终极格斗力的安保人员 说起来人家还是个公务员啊 既然是被奥特之王选择的角色 其实力自然不会弱 而且还是守护终极格斗力这样的神器 因此EX阶段在和小孟和机械扎姆沙战斗的时候 尽管是以一一二 但却依旧能占据上风 甚至还将他俩打得半死固活 要不是最后小孟开违心挂 联合机械扎姆沙一人一刀把他噶了 专门令他仰得交代在EX阶段手上 第五中宇宙恐魔人杰特 在传奇海拔阶段被塞加噶了之后 百特星人痛定思痛 深刻反思了自己之前的错误 认为传奇海拔阶段之所以会输 是因为他没有自己的思维 于是又制造出了 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宇宙恐魔人杰特 打算用他来一血前耻 然而这个杰特虽然设定上说是最强阶段 但实战却拉着一批 连传奇海拔阶段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 整个音歌打下来不但一个高光时刻都没有 还被皇太子太家给秒了 简直丢尽了传奇海拔阶段的脸 除此之外 在远古制作的奥塔人女人计划中 还有一种阶段娘的形象 是一个寄宿了截顿宁魂的人类少女 被其他的怪兽娘称为整个宇宙中最强大的怪兽娘 平时穿一身黑色衣服 生成有两个黄色的大灯泡 截顿娘虽然不怎么爱说话 但实际上却是个傲娇妹 这种遇罗双修的体质 着实抓住了不少奥特LSP的心 好了 以上就是阿泽为大家盘点的六种不同种类的截顿 你们最喜欢哪一种呢 可以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塞罗的母亲究竟是谁 这是一个被大家好奇了近14年的问题 众所周知 塞罗的父亲塞文是一名骄傲的红族战士 而塞罗的肤色是红蓝混色 于是就是很多人都猜测 塞罗的母亲应该是一位蓝族奥特曼 但光之国里的蓝族奥特曼 能叫得上名字的也就西卡利和托雷基亚那么几位 而蓝族中的女傲 有名字的也只有索拉一个 但人家是利普特的女朋友好吧 可塞罗的母亲就一定是蓝族吗 这一点官方从来都没有明确说过 在去年上映的奥特银河格州3中 为了对抗塔尔塔罗斯 塞罗在三位师傅的训练下 激发出了自身最原始的形态 包围全身赤红的狂野塞罗 而关于狂野塞罗 某度给出的解释是 四方自身作为红族的野性后觉醒的赤红形态 形象和原稿件的赛罗几乎一致 也就是说赛罗在设定本该是红族 而之后的赛罗会变成红蓝混色 是因为当初赛罗第一次登场时 这片人刚不成也觉得 如果主角赛罗也是红银搭配 放在众多奥特曼中会失去辨识度 所以才给赛罗添加了少量的蓝色 所以赛罗按照道理来说 应该是一个红族战士 而他的母亲是因为 蓝族奥特曼的猜想则是被推翻了 那么没了蓝族身份的限制 只想知道赛罗的母亲究竟是谁 就得看看七言年轻时 用那些风流债了呀 看过赛文TV剧的人都知道 住心团和安奴的关系 可以说是狼有情妾有义 而且赛文在地球历念的时候 两人的感情也不断升温 只不过一直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罢了 但没捅破不代表他俩没那啥 就比如在剧场版奥特巴兄弟中 住心团和安奴就以夫妻的身份生活着 虽然在赛文TV的大结局中 住心团向安奴坦白了身份 然后变成成为赛文返回了光之国 但在之后雷游TV的第29话中 安奴再次出现 还带了一个外星人男孩 很多奥迷都猜测 这个小孩就是小时候的赛罗 因为他和赛罗同样拥有着超强的电力 而且小孩子摸鼻子的动作 像极了耍帅的赛少 那么安奴很有可能是在赛文离开了地球以后 没多久就怀孕了 毕竟那个时候的电视剧 就喜欢上演这种未婚先孕的剧情嘛 但在雷游TV中出现的那个安奴 却矢口否认自己是安奴 还说那个孩子只是他捡到的一个外星人小孩 说实话 阿泽还真的不相信这一点 一个人类捡到外星人小孩 这样的剧情我只在七龙珠里看到过 实际上明明就是安奴害怕 他和赛文有孩子的事情 被光之国知道后 赛文会因此受到惩罚 虽然说在光之国确实没有明文规定 奥特曼不可以和人类结合 但是安奴他不知道呀 虽然他没承认自己是安奴 但在最后告别的时候 众集团穿得那么正式去见他 还把他和乌林加一起送去了宇宙 大家说说看 这是正常人的思维吗 如果说乌林加是外星人 赛文把他送回宇宙 那是合情合理 但这个安奴可是地球人啊 那么真相只有一种 这个乌林加就是赛罗 安奴一直不承认乌林加的身份 并且一直在阐述这个孩子是被外星人抛弃的 赛文也是在关键时刻 发现自己很有可能就是安奴口中的外星人 而被外星人抛弃的乌林加 很有可能就是自己的亲生儿子赛罗 不然根本无法解释 为啥一个宇宙人的小孩 练力都能这么猛 但在这里一个小伙伴要问了 那赛罗5900岁的年龄怎么说啊 其实这一点也容易理解啊 人和奥特曼生下的孩子 当然和两个奥特曼生下的孩子不一样 就比如说宝莲灯中的城乡 长大成年也就18年的时间 但小神仙想要长大 那就是几千年的时间 因此赛罗这类的年龄 也极有可能是换算出来的 有道理 但是除了安奴可能是赛罗的母亲外 还有另一位女性奥特曼 也极有可能是赛罗的母亲 看过Story 0 这部漫画的作品应该都知道啊 赛罗在战事安奴前 有一个亲美如马的女朋友 她就是阿努福如奥特曼 那个时候赛文和阿努福如 刚被等力自火花照射 进化成为奥特曼没多久 当年的赛文还在为光之国南征北战 阿努福如则是以银石军医疗队员的身份 一直跟在赛文的身边 据说当时的阿努福如 还有光之国第一美女的称号 大家都知道 银石军是隶属于奥特之母管辖的 后勤保障医疗部 那么阿努福如也就是奥特之母的下属 而奥特之母就是赛文的大姨 两人一个是光之国第一美女 另一个是文武双全的奥特战士 可以说他俩是狼才女帽 奥特之母自然是有意撮合两人 所以很多小伙伴都猜测 阿努福如就是赛文的亲生母亲 还有一点赛文和阿努福如在一起的时候 十几年点和赛罗的出生时间十分接近 而且阿努福如的颜值够高 号称光之国第一美女 所以才能生出一个后来颜值巨高的赛罗 这么一说的话 一切还真就能对得上 但这个说法去一个很可疑的地方 那就是既然赛罗是阿努福如和赛文的孩子 那他的身份应该是合法的呀 可为什么赛罗直到成年后才知道他的父亲是赛罗呢 阿努福如和赛文都是光之国户口 阿良人还是狼才女帽门当户对 而且阿努福如因为最后的战争 中了塔莱斯东的攻击 失去了变身能力 只能在远古时期的地球直到最后死去 那么对于这样一个可以称为光之国烈士子女的赛罗 光之国更应该对他特殊照顾才对 可相反的是赛罗小时候像一个孤儿一样被抚养长大 直到他为光之国立下赫赫战功后 赛文才敢与他相认 这明显就是有着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 而且还是需要将功补过的那种 如果按照这种说法的话 阿努福如还真不太可能是赛罗的母亲 反过上文我们说到的阿努是赛罗的可能性是真的大呀 除此之外 在奥战中还流传了一种更加狂野的猜测 那就是金谷乔是赛罗的母亲 因为当年的七爷和七嫂在那场畅汗淋漓的大战中 各种动作都要上了 而且时间还比较持久 想要怀上一个赛罗想必须是有可能的吧 好了 以上就是阿则猜测 有可能是赛罗母亲的几位人选 但这也仅仅只是阿则的猜测而已 大家不必当真 看了图一乐呵就行 晚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大伙都知道 奥特曼首次登场 无论他们实力有多强 胸口的计时器高低得闪几下 但有那么一些另类 他们光顾着爽帅装逼 把闪后的任务忘到了九霄云外 今天阿则就为小伙伴们盘点那些 首战蓝弹的奥特曼 一起来看看他们都是谁吧 第一位远古亲爷爷赛文 纵观整个招和系作品 首战不闪红的奥特曼 尤其只有赛文一位 赛文TV第一话面对的是库尔新人 这个家伙以为凭借几个人质 和有着隐身功能的飞船 就可以让人类屈服 但可惜的事啊 库尔新人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 最喜欢人类的企业 已经加入了防卫队 在他的指引下 人类亲人一举的就破解了他的伎俩 库尔新人也被赛文一标切成两半 存活时间还不足半分钟 实际上赛文首战蓝弹 是吃到了多方面的buff 一方面是第一级登场的库尔新人 实力实在是泰菜 另一方面 早期的赛文根本没有计时期的设立 他不用担心在地球上的活动时间 直到TV中后期 由于该设定过于bug 才被远古小刀了一下 即赛文也有活动时间的限制 但他能通过胸甲 将太阳能转化为能量 虚弱了吗 无学 我只能说 赛文无愧为远古的亲爷爷呀 第二位 对波又输戴拿猪 说实话 但凡提到戴拿 大部分想到的都是那一句 自补对波左边输 除了戴拿那头猪 就跟人家和蔡坤一样 实际上戴拿在TV里的表现 超过了大部分的奥特曼 戴拿TV第一话 他首战面对的是 斯菲亚合成兽达兰比尔 这玩意儿的初始形代 竟然是一只三腿怪物 颜值虽然一言难尽 但能在战斗中不断的进化 实力越来越强 可惜的是 他偏要做死攻击人间体 导致飞鸟觉醒的体内的光的力量 变成为了戴拿 即使达兰比尔还为完全体 也不是新手期戴拿的对手 直接被蓝灯单杀 值得一提的是 除去首战蓝灯外 戴拿也是为数不多的 最终化没有落败 一条命就单刷BOSS的奥特曼 同时纵观整部TV 为戴拿仅有两次战败记录 这一战绩放在全部奥特曼里 都是傲视纯穷的 在没有其他奥特曼客串旧场的情况下 能凭借自己的努力逆转取胜 可见 戴拿所有着对波右手的名场面 但终究是狭不掩瑜 他的实力不容之一 第三位 大地的利子 盖亚 说起来挺离谱的 平成三地里人气最高的迪迦 竟然是三兄弟里 唯一一个首战闪红的 分到人气频频的盖亚 表现无可挑剔 盖亚与戴拿一样 都是在TV第一张参与了数次作战 略有不同的是 戴拿在TV第一张第二战就闪红了 反观盖亚 直接在第二画TV里连续一穿三 除去开头 我梦看到的盖亚本体 对战幻影之龙外 在他与盖亚融合后 面对胳膊与肌鲁 都能做到蓝灯单杀 虽然盖亚的表现更好 但严格来说 他胜在了设定 作为地球本土 奥的盖亚 是没有战斗时间限制的 除非能量消耗巨大 或者受到了严重的伤 盖亚的计时器 闪都不会闪一下的 而迪迦与戴拿仍然保存了 奥特曼只能活动三分钟的限制 自然做到 蓝灯更蓝了 而且迪迦还是面对 两只怪兽的群众 相比其他一对一的战斗 属于特殊情况 如果都是在一对一的情况下 他们三都是不分伯众的 首战蓝灯都是小意思 首战蓝灯的奥特曼 虽然在大家的印象里 蓝奥的战斗力都比较一般 但高师傅的实力却一点也不逊色 精通各种武艺的同时 自己扛揍的一匹 水条厚的离谱 即使硬吃怪兽的必杀 也和没事人一样 同时高师严的根据对手的特性 调整自己的战斗属性 如果对手是本性不坏 或者被卡奥斯病毒感染的怪兽 他就会展现出自己仁慈的一面 用月圣形态和你好好讲道理 可你一旦不听劝 将高师傅给惹脑了 他就会切换为日面 或者其他形态 来和你讲讲物理 非常巧合的是 高斯TV第一化登场的利多利亚斯 本身就是低视群岛怪兽 保护中心保护的怪兽 性格非常温顺 只是受到了卡罗斯病毒的感染 才得以黑化 所以高师傅自然就会和他讲道理 利多利亚斯本身实力也比较一般 高斯想要驯服他自然也就非常轻松了 因为光是纽带Nexus 看到这里也是小伙伴不服气的 NexusTV第一化一拳砸死个小怪 就这也说是首战蓝灯 是不是太水了一点 各位先别着急 且听二则一一到来 纯然NexusTV第一化 与常见的奥特曼剧集相差甚远 登场的第一个怪兽蒂诺佐鲁 只是以右体形态象征性的露点 并没有和Nexus正面战斗 鉴于Nexus一个怪能狗几级的特性 我们再判断Nexus首战情况 应该是以他彻底消灭蒂诺佐鲁为止 这只酷斯BD中的家伙 从TVD一化首次登场到TVD四化被彻底消灭 Nexus一共与他展现了两次战斗 出此蒂诺佐鲁还绑架了两个人类 并以此作为要挟 Nexus硬是顶得猪队友的攻击 把蒂诺佐鲁封露了Meta领域消灭 全程机器体都没有闪瘦 而最后一次在Meta领域内 Nexus形化为红色青年形态后 将蒂诺佐鲁轻松击杀 虽然跨越了四级 但Nexus逢战必胜 那对不断计划的蒂诺佐鲁就没有吃过瘪 因此他TVD一化的滑水 实际上是情有可原的 因为首战南代的奥特曼Nexus必定榜上有名 第六位新生态大哥银河 那么有点资历的怪兽都知道 和奥特曼战斗时碰到以下情况要抓紧时间逃跑 第一离开人间里的Nexus 第二皮股萌在场的赛罗 第三杰斯提斯和高斯同时在场 第四战场在后山的时候遇到银河 作为新生态的开战之作 银河自诞生之初就获得了诸多buff 在设定里这四兄弟的实力完全没有上线 直接对标神似 同时远古为了刻意加强他 还专门给了银河一个专属buff 一旦战场位置在后山 银河就是近乎无理的 无论你有多强 银河始终在你之上 银河TV第一化 他首次登场 面对的就是闪电达兰比尔 按理说这只作为合成兽 实力比起正常怪兽是更加强力的 但没有办法 护闪 新手保护期 试图伤害女主 各种对他不利的buff直接点满了 试问 这哥们拿什么打 结局也是可想而知 银河打闪电达拉米尔就和5-2一样 三下5-2就让他回去和其他伙伙人物打开了 一旗名 人无旗名 维克特利 这位更是绝对的重量级 作为银河续作推出的奥特曼 维克特利延续了银河的诸多设定 实力也是从0到无限 叠了这些buff 维克特利的实战不说和银河一样 最起码表现不会太拉垮 首次登场面对EX雷的王 虽然表现不如自己的好兄弟银河 但在有所顾忌的情况下 也能做到优势压制 不过嘛 或许是不是小光担心想打不过啊 看着好兄弟维克特利赢不了 他一着急就掏出了银河火花变成银河 当着维克特利的面抢了人头 虽然小光本意是好的 但可就捅了想着马蜂窝了 明明自己刚刚登场 逼都还没装完 风头就被小光这家伙抢光了 于是上头的维克特利 直接掏出怪兽武装和银河干了起来 维克特利首战是蓝灯吗 是的 维克特利的首战蓝灯水分大吗 的确的 毕竟首战B都还没装完 风头就让人抢了 数着是把脸皮子丢进 其实也不怪他 毕竟这部剧叫银河S 而不是叫维克特利啊 以上这些首战蓝灯的奥特曼 不知道谁才是小伙伴们最喜欢的呢 如有数落 欢迎在评论区里讨论留言哦 本视频仅为阿泽的个人看法 另一边就位全微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一次性看到六个奥特曼 同时操拐的场景 就为你迷糊不迷糊吧 虽然前作艾斯中 也出现了不少奥特兄弟组团的场景 但基本都是过来送人头的 不是被钉在十字架上 就是被做成手办 完全没有招和流氓的气势 而此战的反派帝国新人 实力也确实是逆天 居然可以一人硬钢奥特六兄弟 并且还能短暂占据上风 不过这也难怪呀 毕竟在早期的部分设定中 当时登场的角色 正是宇宙皇帝安佩拉新人 后来又有设定说 帝国新人与安佩拉新人是同一种族 直到最后才将帝国新人 设定为安佩拉新人的部下 不过帝国新人虽然很屌 但那毕竟是奥特六兄弟的首次团战 于是他只能沦为金眼包 惨死在六兄弟的合机光线之下 第二个奥特兄弟vs灵欧兄弟 又是一个昭和时期的经典皮特大战 虽然很经典 但细究一下的话你就会发现 双方的动机都十分操蛋 奥特兄弟这边自从巴巴尔偷走钥匙后 就开始全员降制 仿佛巴巴尔偷的不是奥特钥匙 而是奥特兄弟智商的开关 咱就不说别的 光是你哥几个四打一 还能让巴巴尔淘宝就已经够离谱了 我还是你S还在不清楚事情原由的情况下 扬言要把阿斯特拉的骨灰都给扬了 另一遍雷欧智商也是不正常 在目睹了盗取奥特钥匙的实行后 依然选择以私废弓 将团爆打了一顿之后果断变身加入战场 双方一度交手了几十个回合都没能分出胜负 最终左飞的出现成功打破了僵局 在他的指挥下 奥特兄弟成功的将自己人流重创 反而将祸患阿斯特拉留了下来 结果下一秒 全员降职的奥特兄弟就被阿斯特拉用奥特钥匙威胁 要不是奥王及时出手折断的奥特钥匙 想必四兄弟就得交代在这边了 第三个 赛罗速通怪兽牧场 要问起光之国近20年中最惨烈的战争是什么 那毫无疑问得是贝利亚第二次入侵光之国了 在那场战役中 贝利亚一个人血洗了光之国 并成功偷走了等弟子火花 将包括奥夫在内的大部分光之国居民 冻成了兵棍 仅有初代赛文孟比喻斯套过一起 仅存下来的三人打算前往怪兽牧场 狙击贝利亚 可却遭到了贝利亚怪兽军团围殴 双方人马入战了几十分钟 也就仅仅消灭了几十头怪兽 并且我防阵营这边还损失了赛文这样的高端战力 他在赛罗登场后 战局立马发生扭转 一百头怪兽在赛罗的眼里跟尼玛驴一样 仅仅几分钟的时间 便为赛罗砍瓜切仔般的全部斩杀 仅剩一个嗷嗷待宅的贝利亚 还吊着一口气 不过他的下场也是不言而喻 成为了赛罗封神路上的垫脚石 第四个 杰克vs木鲁奇 有一说一 木鲁奇的实力放在整个怪兽圈中 并不是一个非常拔尖的存在 那为什么他与杰克的战斗 能被称作奥特曼历史上的经典战役呢 主要还是因为这集的故事太精彩了 木鲁奇出登场在怪兽师中与少年一集中 而这集也被称作昭和三大问题座之一 在这集中 愚昧无知的群众在别有用心人的煽动之下 开枪击毙了善良的宇宙人 梅四季人 被梅四季人封印的怪兽木鲁奇 也随之冲破封印开始复活 像因为愤怒 导致其不想变身杰克阻止怪兽 最终还是在队长的点拨之下 才选择变身作战 而在那场战斗中 导演用一个奥特曼历史最长的长镜头 已经到底地展现出了杰克与木鲁奇的战斗 也从侧面体现出了相信中的愤怒 最后在一通单方面的碾压后 将木鲁奇轻松消灭 第五个赛家vs传奇海拔结盾 这绝对是神似之一的赛家 面对的最难缠的对手 最强的传奇海拔结盾 逼出了同为最强的赛家奥特曼 在那场战斗中 百分之星人培育出了最强的海拔结盾 活力全开 将赛罗戴纳高斯三个顶尖战地 视作掌上玩物 随意的拿捏戏耍 几乎没费什么力 就将三个奥特曼轻松击败 没有了奥特曼的地球 就宛如是人间地域一般 任人宰割 但是在如此绝望的氛围中 人们不放弃信念自身出了三道光芒 下一秒三道光芒合为一体 从绝望中诞生出了奇迹 而这就是神似之一的奇迹战士 赛家奥特曼 赛家的登场虽然能扭转局势 但面对完全体的传奇海拔结吞 依然不能做到完全压制 二人从山地打到城市 看战几百回合 但依然难分胜负 所谓戚风对手 降与良才 如果不是因为身处不同的立场 想必赛家也会因为能碰上 实力如此接近的对手 从而感到兴奋 这在双方都陷入僵局的时候 人类的出现打破了原有的局面 最终赛家凭借与人类的羁绊 斩断了海拔结吞的翅膀 最后使用赛家机器人 将其彻底羁绊 第六个艾斯泽塔vs巴拉巴 要说新生代时期 最为精彩的一场战斗是啥 那么阿兹绝对会毫不犹豫的选择 艾斯泽塔与巴拉巴的大战 这场战斗可谓是将故事与情怀 完美的融合在了一起 艾斯与亚伯人宿命般的 再对决 加上与泽塔那种 不是父子圣死父子的情感 再加上定义级别的世效体验 都完美提高了故事的看点 在那场大战中 泽塔不敌史诗集加强版的巴拉巴 被打回基础形态 就在即将交代在此的时候 等他到从天而降 救下了奄奄一息的泽塔 来者不是别人 正是亚伯人的宿敌艾斯奥特曼 紧接着二人上了一番无限火力 各种技能跟不要蓝一样 抄着对方的身上甩 而在泽塔加入战局后 故事更是走向了高潮 三人史诗级别的矿热大战 完全足以载入奥侧 巴拉巴虽然表现得很强势 但在艾斯与泽塔 暴风咒语般的攻击下 最终还是落入了下风 才遭泽塔的SpiceD击杀 好了 以上便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你还知道哪些足以载入奥使的矿热大战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重磅消息 重磅消息 远古清爹赛罗在15周年之际 又获得了全新形态 三重艾美丽姆 作为远古的清爹赛罗的待遇自然不用多说 但凡出个信号或者翻外 高底得把他们拉出来溜溜 今天阿兹就会给一位小伙伴们 深度解析新生代老大哥赛罗 一起来看看他的实力到底如何吧 赛罗的出现颠覆了奥特曼作品 先TV再剧场的传统 赛罗虽然没有TV啊 但凭借帅气颜值和剧场版里展现的超强实力 稀粉无数 他的人气 丝毫不确实与其他TV登场的奥特曼 赛罗的设计是对奥特曼作品的一次大胆尝试 在此之前的奥特曼设计相对朴素 基本都是红白或者蓝白色为主调 虽然平成三节开启了混色先河 但还没有改变奥特曼的大型 直到赛罗的出现 奥特曼的外观造型才开启了新巨元 无论是他红蓝白三色的主色搭配 还是攻击感拉满的造型 放在光之国一众奥特曼里 简直就是降维打击啊 赛罗的基础素质实际并不突出 起码害着飞行速度 也只是光之国的平均水平 整个数据看起来和他的老爹相差无几 除去880的跳跃率 是他老爹数据的两倍外 其余的几乎就没什么变化 赛罗13万吨的外力 虽然略逊色于自己老爹的15万吨 不过这2万吨上的差距 也弥补到了他的卧底上 虽然赛罗的技术数据非常一般 但咱们也不能单评数据 就判断一个奥特曼的实力 赛罗在年轻时 差点步入贝蒂亚的后尘 在被老爹逮捕后 赛罗将赛罗交付给雷欧兄弟 进行日复一日的调教 在这段时光里 赛罗不仅将身体抗性 训练到了极致 还继承了雷欧的诸多格斗技巧 即使面对多只怪兽的进攻 也能做到游刃有余 所以基础形态的赛罗 强在战斗技巧 而被先天的数十怪 接着目前 赛罗除去给你的基础形态外 还有着七种不同的形态 分别是融合帕阿基之中力量 战胜的9G赛罗 继承戴拿强撞型 和高斯日冕型诞生的 强撞日冕赛罗 继承戴拿情形 和高斯月神模式 诞生的月神奇迹赛罗 由赛罗内心意志诞生的光辉赛罗 变成时长两分半的 比亚姆的超线赛罗 在超线阿斯和老弟师傅的帮助下 觉醒了野性爆发 一起将帕拉基之论 与王辉赛罗融合的 纠集光辉赛罗 虽然赛罗形态众多 但最出名的 还得是纠集赛罗 与纠集光辉赛罗 纠集赛罗是赛罗融合 帕拉基之论的力量后 诞生的全球形态 在设计里 帕拉基之论是太古时期 诺亚以自己的力量 打造的神器 能够赋予使用者 穿越时空等 诸多bug技能 另外不知道是远古 实在太喜欢他 还是设计师晚上很高了 给纠集赛罗乱填的数据 该形态的技术数据 甚至超越了 神四中奥特之王 与雷杰多两位奥特曼 甚至就连令家 也得靠边站站 如果只看数据的话 纠集赛罗形态 是头头的奥界天王版 而纠集光辉赛罗 则是在光辉赛罗的状态下 强行装备 帕拉基之登的强物 该形态下 赛罗同时具备 时间与空间 两种不同能力 各项属性都拉到极致 像赛罗目前登场的最强形态 不过由于该形态的能力过强 一旦启用对赛罗本身的负担 极为夸张 根本无法长时间的维持 形态强度也会随着时间流逝 慢慢打折 直到奥特银魂格斗命运的冲突里 赛罗在训练觉醒野心爆发后 才大幅提升这招的持续时间 并减少其副作用 作为远古清街 赛罗形态数据都拉满了 技能又怎该落下呢 作为奥界全能战士 赛罗的技能池可谓是深不可测 无论是格斗技还是光线技 赛罗音音俱全 根本就没有偏刻的属性 更有着诸多堪称bug的神技 他进行了三文同款的 阿美利姆切割和极数光线 威力相比老界是有过之而不及 他的招牌技能赛罗双射线 是将自己的投标安在计时器上 将自身与投标光热能量一同发射出去 范围广 伤害高 能千人一举地消灭普通怪兽 而在究极赛罗或者究极光辉赛罗下 赛罗更能将帕兰奇之盾重组 释放必杀技 最终究极赛罗 虽然蓄力较慢 但其威力足以击杀巨型怪兽 无论是害怕结盾右体 还是电弧贝利亚都扛不起这一下 但要说光辉最bug的技能 还得是光辉形态下释放的光辉 白星驱动 要知道小精人也只是穿越时锋 去抓同位体 这招能直接逆转时间 现场错AOE复活币 由于市城雷欧 赛罗在铁术方面的造诣 也相当受众 除了快准狠的格斗技之外 赛罗也衍生出了自己的招牌技 赛罗飞踢 但射程里这招的威力 可是不比他师父的雷欧飞踢逊色 在贝利亚银河帝国地 面对被老黑派出的时空登陆船 路人傲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地 而赛罗却淡定的爽帅装逼 一轮投标衔接赛罗飞踢 直接将时空登陆船 踹成了一堆垃圾 同时赛罗还拥有老爹同款投标 中方法与赛文投标一致 能用练力对其进行附魔 能作为切割技使用 也能作为手持武器用以近战 更能合而为一 电话为单手长兵赛罗双重剑 可谓是功能性拉满 因为这就玩啊 赛罗出去拥有帕拉基之洞啊 还有着武器大师杰克同款的 奥特赛罗火花 专属的奥特胶囊 泽塔升华器 奥特赛罗披风等诸多装备 应该都说差身文居多 可赛罗作为光注光数一数二的高手 还有着诸多神器加持 其实力是毋庸置疑的 不愧为远古清爹啊 赛罗首次登场的超越和传说 其表现只能用一个词来形容 牛逼 有道是蒙古难敌群狼 再长大的奥特曼 他的围攻越战越勇 没几下就把这些怪兽 全部送回了怪兽牧场 即便是面对以一己之力 杀穿光注国的贝利亚 也毫不劝色 硬持把老黑打得节节败退 最后也是一发招牌的赛罗双袖线 将贝老黑打入岩浆 纵使而贝老黑融合出 凡体怪兽贝流多拉 也无济于事 至此赛罗完成个人手绣 由于能杀穿光注国的贝利亚 按在地上摩擦 赛罗一战风生 一夜成功的小伙伴们 心中最强大的奥特曼之一 一年后 在超决战贝利亚的银河帝国 推出前夕 远古提前放出了一个超银河外转 作为电影的先行作 让观众电影念的是 上一部还强的预批的赛罗 实力一下子猛变 打几个机械奥特兄弟都费劲 或是意识到赛罗的实力下滑原肉 远古赶紧在超决战贝利亚的银河帝国里 对他进行了一波史系级的加强 在最后的大决战 众人的希望迷惧成光芒 召唤出了奥界唯一真神诺亚 跟赛罗现场放外挂 至此大伙熟织的究极赛罗诞生了 本来究极赛罗就已经很强了 但或许是赛罗的推出带来的巨大收益 远古左看右看 还是觉得亲儿子有加强空间 于是接着在2012年 给他来了波史诗集逆天热补临 奥特曼传奇底 赛罗在融合高斯与戴南的力量后 诞生了神秘四套中的最后一位赛家奥特曼 这次多出了神祭材料的身份 而在超级赛罗格斗里 托去戴南高斯的力量 迫醒强装日冕赛罗与夜神奇迹赛罗外 戴南在目睹了贝利亚这个碧昂的 借读自己的身体 杀死了终极赛罗警部队后 在迪古萌的帮助下 觉醒了自己内心的力量 诞生了能操作时间的光辉赛罗 一夜走上傲身巅峰 虽然还是获得了强大的新型态 但有不少新型的小伙伴们 也注意到了一个权限的问题 那就是赛罗的初始形态 和曾经自己上的究极形态 表现越来越差 不过已经开始了虚弱的道路 曾经继续形态的赛罗 就已经能够轻松解决大部分的怪兽 即使现金出究极形态 也开始重建了疲软 在奥特曼传奇里 究极形态需要借助高斯与戴南 两位奥特曼的力量 在那击败海派节的幼稚 而在超级赛罗格斗里 究极形态居然会冥魂状态 穿皇帝开采的贝蒂亚 打得有来有回 无法做到压制不说 赛罗也显现被贝蒂亚夺走肉鱼 随着奥特曼系列作品发展 远古也用自己的行动 珍惜了观众的担心 虽然拥有诸多客串机会 但赛罗的表现 却是一次不如一次 他和前面一样 为了给后面推出的奥特曼让路 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削弱 无论是在X里客串纠唱 还是在欧武之强里打亡灵个体 都是皮态尽血 连布莱克王和金箍桥 这种普通的小怪 都要打半天 提表现已当初在怪兽牧场 完全判若了 一直遇到了后续 赛罗客串之别 大家都已经习以为常了 而到了杰德TV 赛罗虽然作为男二 彻底跌落神弹 拖开开场揪击手桌 被普通形态的贝蒂亚打坏不说 即使获得了热补定性 影响别样的赛罗 后续也被开机甲的 拔拔打回原型 海面荡然无存 哪怕是在奥特一和格斗里 赛罗觉醒的 纠集光辉赛罗 也没多少实质的战绩 在没有觉醒野性爆发前 持久力拉垮 不及小金人 即便觉醒野性形态爆发后 纠集光辉赛罗在持续时间加强后 观感上也只能与小金人误开 以设定相差甚远 至此我们也不得不接受一个结局 那个曾经以一滴板的 新生的老大哥赛罗 正在逐步走向神台 组合赛罗的实战表现与设定来看 基础形态的赛罗 只是长歌奥巅峰水平 组织形态赛罗 则是纠集奥中上游水平 纠集光辉赛罗虽然表现一般 但实际拥有纠集奥巅峰水平 以上就是赛罗的实际解析了 如果你还知道哪些赛罗的设定 欢迎小伙伴们在评论区里留言指正哦 本视频仅为阿泽个人观点 并不就被全微信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